就是当地的叔叔 就有跟我们沟通说 当天绝对不能够有万圣节的活动 也不能有万圣节的party 也不能有起装衣服的人 不然就关门 就要先停业 兄弟们 叙鲁鲁放大招 鞋马阵伺候 到处都是叔叔 从地铁口就开始了 这样的阵势 你还会来叙鲁鲁过万圣节 Hello 大家好 我是八九 最近一年一度的万圣节 又要到来了 我已经在我的IG跟Tray版面上 看到我们非常多的台湾同胞 去酒吧 我是KTV KOSE一些角色 去嗨了对吧 没想到伟大祖国啊 却开始禁止人民在街上 或是在酒吧餐厅举办 KOSE万圣节的活动 上海是最严重的重灾区 其实从去年前年 就已经开始有 陆陆续立这样的一种 禁止办万圣节的活动 只是说今年是最为严重的禁止 甚至还摆出一堆巨马 林姐 看见路上有人KOSE 就劝反 劝反不成就带走 去做一点笔录再回家 那地铁也是不允许任何的KOSE去搭车的 当然台北捷运虽然也会禁止过度夸张血腥的装扮进去 因为我朋友在大概五六年前吧 真的画了那个特效状画的有点恐怖 被禁止进去 但是他其他同事就是正常的那个带骷髅头啊 或是那种恶魔的那种法骷啊 是可以进去的啊 而中国店家若是发现有举办万圣节的KOSE活动 立刻让你暂停一夜几周到数月不等 那这类明显就是这个中小弟弟不会跟大家讲的 因为他没看到 对吧 他只是去旅游的 客地请分开 是吧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些影片 免得又被说造谣 兄弟们 巨鹿鹿放大招 铁马阵伺候 到处都是叔叔 从计铁口就开始了 每条马路上都是哨岗 但是铁马还是流出了两条很宽的道路 这样的阵势 你还会来巨鹿鹿过万圣节吗 他的十七岁 成是哪个成功的成功的成功 那原因是什么禁止大家这么做呢 原因就是疫情放开之后 许多人扣死了大白 扣死了一些城管 或是讽刺共产党的人物或形象 导致中共中央不爽 导致李强不爽 所以这次为了预防之前 当天发生这样的状况 现在就提前宣导封禁逮捕这样的文化 连扣死中共自称 所谓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服饰 通通不行了 大家刚刚看到了 扣死大清皇帝 跟大清的贵妃皇后 大清皇族通通不行 这样子你中共是不是先下架一下清工具啊 还有人说什么 连扣死财神爷也不行了 笑死这才是今年最佳的扣死吧 财神爷都被劝反了 每当我看见有这个脑波比较弱的台湾人说 台湾跟中共一样独裁的时候 我真的都会笑死的 我真的不知道 你是在什么样一个环境长大 可以讲出这种话 哦原来是我们台湾这种宽松言论的环境 让你可以讲出这种抹黑台湾的话 到底是什么不仁不类的对比啊 连在中共直播万圣节 一旦经发现 一旦经举报立刻给你下架 当然小粉红可以说 你看我直播没有被举报 因为没有人看你直播 我刚刚说的一旦经举报 或是被发现 没有人看你直播 那谁要检举你 是吧 我们带大家来看这个直播被下架的画面 不知道 不知道 什么也没干 为什么要疯 怎么了 怎么了 新山社暴力 怎么了 哪一点符合 怎么了 小粉红给解释解释 不仅如此 连舔共的台湾人啊 就是这位 我呛过了两三次 连他都出来证实了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段他抱怨的影片 大家都很期待万圣节 去年的万圣节上海不是爆掉了吗 然后呢 很抱歉的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在上海 竟然是跟基督路758开了酒吧 然后呢 就是当地的叔叔 就有跟我们沟通说 当天绝对不能够有万圣节的活动 也不能有万圣节的party 也不能有奇装异服的人 不然就关门 就要先停列 也不能不允许有奇装异服的人进到店里 也觉得好难过 明明是一个开开心心的节日 虽然它是一个外来的文化 但也蛮好玩的 然后我觉得今年的万圣节 路上应该还是有很多人 但是就是路上的人他们不能管 但是他就希望店家不要去推广跟支持这样的行为 各位对这件事情怎么看 有好有坏吧 但既然只好生在大陆 在大陆工作生存开店 那说什么 上面说什么下面就配了 敬好人民良好义务 Peace up 886 Happy Halloween I hope we still can Peace up 林克 今天发生在中国 在中国做 啊你就只能这样 低声下去 啊也没有办法 大家知道 但在欧美在台湾 只要政府一敢做 马上批判 你今天拍的影片画风就不对了 是吗 面对中共的铁拳 跟毫无逻辑的经理 就变得啊 没关系啦 我们要宽容啦 是吧 我们也没办法啊 上面说什么做什么 但今天发生在台湾 发生在美国 你之前呛 美国跟呛台湾 你的口吻可不是这样啊 而台湾跟美国 还没有这样 勒令你的事业停摆 没有 也没有不准你的店 做什么事情 没有 是吧 你拍片的口气用词全变了 你到时候说什么 抗议政府 你看这证明什么 台湾政府 独裁 要组织抗议游行 大家给我一个赞 这个政府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痛骂台湾痛骂美国独裁 在中国我们就是生意很难啊 好啦 就要好好配合啦 嘿 不说了 再说都是累啊 哇 差了这么多啊 更何况我们 台湾跟美国 还没做这样的事情 对吧 我今天假设 台湾政府也学中共这样 但这个做的程度 可能只有1% 然后你就会 台湾独裁啦 中共做100% 呃我们要配合啦 一个人摔都摔到骨折了 要截肢了 你说 唉 我们自认倒霉啦 我们走路不好 要走很衰啦 今天在台湾走路跌倒了 这个脚破皮了 郭培啦 这个道路怎么修了 郭培啦 大概就是这样的逻辑啊 大家懂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些网友的截图留言 全部都是警察有扣使的 直接被强制脱下衣服了 刚刚有直播的 全部都被强制下坡了 长乐路也是 全部都给疯了 我们辅导员刚刚开会跟我们说 这两天万圣节 别去徐会区的聚录录 可以自己小范围的玩 你就在你自己家玩啦 不要被别人看到啦 所有境外事 不参与 不组织 不购买 不浏览 不发布 25号到11月1号之间 学生是否有购买万圣节的服饰 二 学生是否有参加集体的校外活动 三 网路平台上 微博小红书等 参加发起等 接连挑战的活动 通通不准 本月底将进入万圣节期间 万圣节并非中华民主传统节日 请大家正确看待养节 不要盲目狂欢 在此提醒同学 不参加不组织 有关万圣节的活动 聚位活动 不购买万圣节有关物品 不以过万圣节为名 在学校内 肆意喷洒 或是挂一些西方节日的装饰 感谢同学配合 提醒想要入党入团的同学 更不要宣扬参与养节活动 最近要临近万圣节啦 不要参加这些活动啊 大家快毕业了 大数据都能监察到 不要给毕业增加绊脚石 请秉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做好中国青年 咱们昨天还开了会 参加万圣节会影响仕途 然后这些人还继续喷台湾是独裁 这些人真的是 想去上海过万圣节 封路了过个鬼 该管不管 该亮明 该亮明倒是很快 破防了 为什么今年要管制 西方的节日都不用过了是吧 抵制万事节人人有责 天天都要过爱国街 谢谢 刚刚跟同事讨论啊 说去万路街全部都禁止了 年轻人啊 晚上就好好待在家里生孩子吧 五千年封建社会不是盖的 五千年那个封建 对吧 不是盖的 不允许人有创造力 只能听话 这个国家无语了 文化包容 尼玛呢 有什么权力限制人身自由呢 什么理由限制出席呢 上海的荒谬没有底线 疫情期限已经跟你讲了 两年前的事业之声已经跟你讲了 上海万圣节 诚信而来拜信而去 七点多从家里去了巨路街沿途各种警察 分流和巨马 形成一种诡异的感觉 这个节日本该是有松弛感的 就特别违和 不过想想吧 可能是参加的人也太多了 需要维持秩序可以理解 点点点点点点回家路上下着小雨 现场大多数临时保安 工资在170-240人民币之间 哇 你宁愿开这个相较于比打罗斯还高一点的钱 而且还不用996 你宁愿给这些人去抓 你妈参加万圣节的人 你也不愿意让中国 普通百姓底层的人涨工资 厉害啦 今天开始一路到1号 每天下午3点之前 都会在淮海中路、南京西路、静安寺等地铁站集合 目前招聘大量的保安 上班时间都在5点下班时间 从11点到凌晨2点、4点不等 现场不光有围栏 警察还有大量穿着制服 但是胸口有马甲鞋的执勤的工作人员 很多警车在路边还有警察 还有这个涂装的小汽车小巴 明显都是警察的人 OK 说了这么多 至今我没有看过哪一个欧美国家出来 呛中共是仇恨西方 是吧 而且中共这个操作已经两年多三年多了 我在网络上看到说什么呢 这个万圣节啊 这个起源啊 有可能是前将近两千多年前的凯尔特人 也就是当时住在爱尔兰或是苏格兰地区的民主啊 后来衍生成万圣节的概念 你看这个英国的苏格兰或是全体的英国 包含北爱尔兰或是爱尔兰 他们有说中共仇因 中共仇爱 还是说仇恨所谓的大英四大民主 但是今天搞笑的逻辑在哪 要是发生在欧美日韩台湾 传出哪一家企业或是公司 我们不要说政府层面这么大的哦 就连企业个体或是公司出台 禁止过春节 禁止过端午 禁止过清明中秋 就会闹上新闻版面 一闹上新闻版面 中共跟小粉红就会立刻说仇恨中国的一切 仇视中国文化 因为这也不是第一次很多类似的情况 包含连在台湾的舔共台湾都说 你仇恨整个中国 明明大家是反共 他就硬要说你仇中仇中 因为他知道他把你定成反共 仇够 他就没有立场说你仇中了 他就是故意要让中国跟中共全部绑在一起 包含他的文化 民主 让你没有立场去反共 我们退一万步说 你哪怕是对方小粉红 在人家的店里大闹被驱离 他也可以事后拍片上纲上线成误导风向 变成你在仇视亚裔 你在仇恨中国人 你不许中国人进入这个店面买东西 吃吧 这也常见的套路是吧 而每年的春节 美国总统府都会举办春节晚会 还有五人五师 不少欧洲国家也会举办晚会 甚至在东京塔 还有美国的一些高塔 还有欧洲的高塔都会说什么 农历新年快乐 当地的China Town 也会举办很多的这种传统文化的节日 台湾、印尼、越南、韩国 甚至日本 也都会举办春节的活动 这个时候中共跟粉红会说什么呢 就是咱们中共国的文化 你们没有资格过 你们如果要过的话 你们都必须成为中共国人才行 然后说什么呢 你们不应该过农年 应该叫Long 而不是Dragon 你到底要怎样吗 过了你又说不准过 你要过也要当中国人才能过 不过你又说你为什么不过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中国 你是不是仇恨中国 你想怎么样啦 吃火锅好不好 不好 吃烧骨好不好 不好 吃意大利面好不好 不行 吃意大利面从油面外 咱们中国的兰州拉面不好吃吗 中华美食更好 OK OK 那吃馄饨行不行 不行 这个馄饨太多汤汤水水 淀粉也多会胖 那吃北京烤鱼好不好 不行啊 咱们要跟国际接点鬼 偶尔要吃点欧式美式的东西 显得咱们这个生活多元有去尊重他国文化 中国是一个很包容的国家 你想吵架就说嘛 不要绕来绕去啦 你就直接跟我说 对 我今天就是来跟你吵架 我不是在跟你讨论要不要过什么节的 你直接说 你要的是大家的传扶 好不好 不是说什么抵制什么文化 抵制什么文化 相对来说 如果你要抵制别人的文化 你也要鼓励别人抵制你的文化 是吧 不要说今天别人 不小心碰到一点红线 你是整个跨过红线不一样 人家碰到一点红线 你就炸锅了 然后你一直碰别人红线越过 人家都不能对你炸锅 什么巨婴啊 其实大家换另外一个角度想 有没有可能上海市委书记 跟上海市长 甚至习近平 就是想要让大家过一个 啊 真正的万圣节 对吧 这才恐怖 对吧 全国性的万圣节 你只要上去办万圣节呢 我就让你体验 什么叫做真正的万圣节 恐不恐怖 兴不兴奋 吃不吃起 好多人在扮演中共的公安跟警察 你有事就把你逮捕 去警局 把你逮捕 劝返 够不够万圣节 够不够恐怖 嗨不嗨 今天的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 我不想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爸爸的小小姐姐 拜